王醫師好 你聽說是在馬來西亞還是哪裡開業嗎 我是在馬來西亞少爺古境市開業開診的 這次你來台灣 你本來由醫師變成病人 你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你本身的症狀是什麼 還有在這裡接受我們的治療以後 感覺怎麼樣 可以 我自己本身是在醫學大會上 聽到王醫師在發表輕氧療法 輕氣療法 然後有關的很多問題 其實我看到很多突破性的一些 醫學上突破性的一些報告 那我就很感興趣 我主要目的是想說 自己本身也有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病了也很容易的問題 所以這次特別來想跟王醫師學習 然後同時也做治療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有了這個 差不多將近10年左右的尿酸症 高尿酸症 你的尿酸高到多少 最高14點多 很高 沒有錯的話 我們正常是7嘛 7以下 沒有錯是14點 超過14點 超過14.4 對 那你除了高尿酸 那你除了高尿酸 好像還有什麼睡眠呼吸中止嘛 對 我還有這個睡眠呼吸中止 是在將近一年多前發生的 然後還有這個 身體莫名其妙的 有時候會感覺到發肋疼痛 另外一個是有時候偶爾 久不久身體就輕微的癢癢抓癌 沒什麼 就是這樣的症狀就很久了 這個是很久的問題 其實你到我們診所第一天 我看到你的老婆 我第一眼就知道 你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這個低 幾乎瞄一眼就知道 還有你的那個視力神經很低很低 第一道我們叫做氣弱油絲型 呵呵呵 氣弱油絲型 對 那氣弱油絲型 可是你經過治療以後 三天好像就變成頂天立地型 非常漂亮 對不對 那麼你的那個老婆 也是在三天之內 就變正常 那 腦波變正常 智力神經變正常 那你自己有沒有什麼感覺到 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最明顯的感覺 就是在 21號的時候 就是來這裡的第二天多 不足三天 第二天多就感覺到人很輕快 很輕快 很輕快 就是那種感覺 真的 那個是很明顯的一個改變 然後 我自己本身最大的感覺 就是說我本來有夜瀕尿 瀕尿 瀕尿 晚上要起來幾次 大概平均三次四次 哦 蠻高頻率的 有時候 三次有時候四次 那這樣一定睡不好 睡肯定就不好 但是在吸這個清療的時候 這個之後呢 第二天 就 不會 就不會平療 就不會平療 聽說你是你20號 開始幫你看嘛 幫你治療 然後 到這個 一個這個 健康業者那邊去吸清氣對不對 在我們診所做 治療症經檢測 對 然後去外面 去外面吸氣 付費去吸清氣嘛 對不對 對 然後再回來我們這邊檢測 對 那這個檢測完 你感覺這樣 那你呼吸 睡眠呼吸中止 聽說也好很多 對 以前我自己可以聽得到 偶爾可以聽到自己的大呼聲 嗯 那在旁邊 睡覺的人肯定是被吵的 對 昨天晚上 就是 我看你在那邊睡了好幾個小時 我沒聽到你打呼 也沒有睡眠呼吸中止 對 我就感覺到沒有 我也問過幾個人 然後 我就感覺到這個症狀改善得非常快 非常快 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快 尤其是葉冰尿跟打呼聲 打呼聲是將近沒有 那葉冰尿也沒有 那這個症狀是我們一直困擋 在這個 一年多來也是非常困擾的一件事情 呃 除了你講的那個尿酸啊 睡眠呼吸中止啦 打呼啦 拼尿齁 其實 我給你的診斷齁 就是第一 你有異常老婆 嗯 還有呢 你就是有一個我們叫做 患痛症 就是 你覺得很痛 很痛 可是你根本壓就不痛 啊 也是因為你的腦神經發炎 這樣你知道嗎 還有這患癢症 覺得奇怪怎麼全身都癢 可是哈 你沒有 失疹啊 沒有絕麻疹啊 沒有異味性皮膚炎啊 還是我們叫患癢 患痛症 那麼這個東西哈就是跟這個 幻聽啊 幻覺也是一樣 所以 你感覺 心心奇怪 怎麼那個痛就不見了嘛 對不對 好 那你痛不見的時候 我看你的腦部也會不正常 嗯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哈 我這個新發現 給他一個新的名稱叫做 Ncphalopasic 就是腦病變 好 患痛 患痛 就是 患痛 患痛 好 患癢 所以我就覺得說奇怪 我太疼痛的時候 我就 去做推拿嘛 去做刮殺 去做拔罐 但是 沒有感覺到 刮出會有什麼殺 拔罐也不會刮到有什麼 拔出來有什麼 去症狀出來 然後去推拿是越推越舒服 而不是感覺到 推到之後它會緩解 只是在壓的時候 舒服 但是壓了之後 它痛就來 它就是沒有改善的那種 怎麼做 你做治療 它就不會即時有緩解改善的現象 對對 那天我聽你說好像覺得 身體變得很輕嘛 嗯 對 身輕如燕 很輕鬆 不成有那種感覺 還有 我觀察到齁 你第一次來的說臉很大 對 結果這幾天下來 好像臉都變小了 是不是有這個現象 是 因為以前我臉我一個手也抓不完 現在可以 這樣好 那我也是之前 人家問我你怎麼胖起來 我也感覺說是胖起來 我感覺說又不像 但是這次吸了輕氧 然後明顯的 它就整個臉型都變了 還有今天早上 你有跟我說 昨天吸那個水電解輕氧器 它吸了以後好像 你晚上沒有起來小便 可是你今天早上覺得 那個尿好像濃得黃黃的 對 其實 對 它濃到有 有點像濃這樣 這黃的 然後它 是一滴一滴的會黏住 對 還有那天我幫你驗血的時候 我發現齁 你那個血齁 鮮紅到好像動脈血一樣 你有沒有注意到 有有看到 你平常的血都是很黑的嗎 你自己說 那其實我是認為這樣 就是說 當我們吸這個輕氧氣以後 那麼我們的這個發炎就少多了 那個血液的溶氧量就增加 還有 你那個 這個叫做尿酸 為什麼會 對 還有你那個 為什麼尿變得這麼濃呢 我們如果拿去這個化驗齁 你會發現你的濃濃的尿裡面都是尿酸 你知道嗎 因為 因為 你吸的這個輕氧氣以後 你的這個血會變減性 就是氧氣多嘛 比較晚上睡覺睡得好 二氧化碳不會太多 所以就變減性了嘛 那我們的這個尿酸 在這個 酸性的血液裡面 它就不溶解 到了減性的時候就溶解 我是認為說 你的那個細胞裡面 你的 組織裡面 細胞裡面儲存了很多的這個尿酸 很多尿酸 然後呢 當你的血液變減的時候 那麼這個尿酸就會溶解 溶解就由細胞外 細胞內 跑到血管裡面 然後就排出來 我這樣講 你有沒有認同 認同 因為我在吸的過程當中 有這個好轉反應 就是會反痛 反痛 對 那反痛 那反痛之後又 又好 好又再反痛 那在每次反痛 第二天早上就 就尿不一樣的一次 喔這樣喔 其實第一天它是沉色 第一天沉色 是沉色 那沉色 就因為我 那一天晚上 第一天 我是沒有睡得好 就是會 還是會頻尿四次 第二天就不會了 第二次就不會了 那就不會頻尿 它就一睡到天亮 一直到第三天 的時候 它就 三天以後 它就尿出的是黃色 喔 但是也是反應 嗯 它反應痛的時候過後 它就尿出就是不一樣的 嗯 嗯 我看你這幾天在吸的時候 你好像有時候痛得哀哀叫 那是怎麼回事啊 它就 就是這個腫起來啊 喔 然後反應 它這個反應一出來的時候 尿酸反應出來 就痛 它像那個削刀在削 你昨天這個地方好像是開過刀的地方又再跑出來嗎 這是刀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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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身好像都有一些痛風石喔 你全身好像都有一些痛風石喔 對 痛風石還有在哪裡 痛風石大部分都是在 在這個地方也有一個 喔 這邊有痛風石喔 腳最多 腳盤最多 用力的地方比較多 只要有著力點比較高的地方 它就多了 我相信你這個 你這個 持續用這個清氧下去喔 或者晚上也在吸喔 睡覺中也在吸 這樣 我相信再過一段時間你 這些都會消 尿酸都會消失掉 因為在痛風石是累積了很久嘛 然後另外就是說 因為痛風石造成了這個疼痛 我就開刀了八尺 喔 所以 那你那個 你最近去這個 健康業者那邊吸那個親戚喔 你是吸多久 我是第一天 就吸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喔 所以就反應 反應很大喔 然後第二天就 反應很大就 差不多到第二天 差不多有 躺在床上休息 八個小時 過後就起來可以 然後又再吸 三個小時 然後第二天吸三個小時 其實你這幾天來我們這邊見習 你看到我們很多是八精神馬上不抖的啦 還有恐慌症 空間這個恐激症的 不敢坐電梯的 然後一吸完 就心情好了 他腦部變正常的很多很多 尤其是什麼呢 幾乎所有的精神神經病都很有效 對 但你有沒有想說 你回到這個東馬不進以後呢 你會這個 跟你的患者推薦這個東西 我會推薦 而且會幾率推薦 因為我們在醫學上 臨床上 你面對的瓶頸 就在這裡 這樣喔 現在也沒辦法突破的地方 對 是吧 所以 所以 記得那一次在這個 周後 周佛周 周佛周 演講以後 你好像 聽我講的 你覺得還蠻不錯的 對 對啊 所以你就過來 對 我就有一個很大的興趣 想要了解 想要學習 所以能夠帶給患者更好的一個效果 我那天好像有聊到 聽你說 你這個到處尋訪這個名醫 還有這個各種療法 包括自然療法 其實你的動機 不完全是為了探求新的知識 而是想要治好自己的病 對 因為這個是我的動力 因為自己一天沒有改善到完全根治的話 就是說 你還是受這個痛苦 可能年紀越上 就越痛苦 所以 我對這個痛苦已經痛怕了 而且 我是在痛的生活中過 走過來 曾經坐輪椅 曾經一年半不能走路 這麼嚴重 做手術 做關節融合手術 就沒辦法走路一年半 所以這種痛苦啊 我們受過那麼多次 那天我還有聽你說 你好像說感覺就是說 之前你好像是覺得要做事情提不起勁 提不起勁 提不起勁 然後好像身體很重 那個是怎麼樣一個感覺 有點好像說什麼事想做 慢一點痛慢一點 想做等一下才做 那動力不會馬上想做 現在就很OK 現在感覺說 你有手衝不動馬上就去 因為你痛或者是已經 感覺到沒有那種衝勁 想要衝 衝不上來 很想做 但是行動不動 你那個時候 就是你的腦部過熱嘛 腦細胞缺氧嘛 發不出電力啊 那個電力我們叫做氣弱油絲型 就是差不多跟臨終的人差不多 還微弱 還微弱 沒有電力啦 沒有電力 就好像我們發電廠 發不出電力這樣 還有你以後回去你記得 那個睡覺的時候一定要開窗 二氧化碳 那絕對不能過高 因為我們吸進來的氣 是500個ppm二氧化碳 可是你吐出來是5萬 所以你每天這樣吸自己的廢氣還是不行 所以你還是要跟這個患者講一下 或者你自己也要注意 對 因為我是一個可以很耐悶的體質 所以以前在悶的環境都可以睡著 那個叫做二氧化碳麻醉 二氧化碳麻醉 夜睡夜舒服 睡醒有時候會覺得很累 這個就是典型的睡眠呼吸終止症 什麼頻尿啦 夜睡夜想睡 永遠睡不飽 睡醒覺得很累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 睡眠呼吸終止症的這個體質 所以以前我常會有 在任何環境都可以睡覺 那以前家裡都會非常悶的環境 都會睡著 尤其小的時候都在悶的環境 我會想起來會不會這個原因造成 我覺得有問題 有可能 可能從小就缺氧 缺氧 缺氧長大 所以從小就到了中學的時候 以後就開始有點這個腿抖 好 我們叫大腿不黏症 大腿不黏症 腳不抖 不感覺太舒服了 對對對 這是腦細胞發炎 那這樣好 其實謝謝你分享 謝謝王醫師